那刚才我们送件了缴费了 那所有的流程都会在寄一个email通知这个会员 就是会员的时候我们要填写一个email 那你所有的之后后续的动作 比如送件、缴费我们都还会再寄一个email给你 寄到这个email address里面去通知你做了什么事 其实一般我们电子送件之后 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说 那智慧局有没有什么回值 除了那个文案号的通知以外 还有什么回值我可以拿得到 那这边其实有一个功能 一样是e-set 下载区有个说明书申请书下载 然后你去按它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条件是收文日期 你去把今天的日期key进去按查询 它就会查到你今天送了多少件 那一样是去做勾选的动作 那下载下来它就帮你把这个 你就可以点开这个PDF档 那这跟你送件的PDF档很大的不同 就是这边有压上智慧局的条码 那这就是我们智慧局的一个回值 证明说你真的有送进来 那我们智慧局存的PDF档是这个样子 一般就会把这一个PDF档存下来 那e-set其实还有一个功能 是如果我把这个凭证 那个登录进去之后 还可以查到我自己的按键 这个凭证的按键 比如说把暗号key进来 按查询它就可以把我的按键都可以查得出来 然后把PDF档调阅出来这样 这就是按键浏览的功能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第一个是先去看刚才的那个 智慧局的一个详细的操作文件 那如果你看了不懂或是不想看的话 其实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然后我们都会有专门的客服那个回复栋交 但是